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用西兰肉桂粉 它的味道真的跟常见的越南肉桂粉很不一样 我超喜欢的 另外还需要肉豆蔻粉 还有一点点的姜粉 以及葡萄干 然后当然还有一点点的盐 然后这次要先制作好这个全素腰果奶油揉肉 因为它需要时间凝固 那同样的完整的食谱都会放在下方的连结里面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先前分享的影片 我也会放在右上角的资讯卡里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制作胡萝卜蛋糕吧 一开始我们先把去籽的野草干放入食物处理机中 把它搅打细碎 就是我们会让它变得纤细碎 因为野草有时候它稍微硬快一点点会比较不容易 就是与其他食材结合 那接着我们再加入胡萝卜蛋糕 其他全部的食材 包含先前刨过的胡萝卜丝 另外还有核桃 烤不烤都可以 我这次就没有烤 然后另外还有椰子干片 以及椰蓉 还有一点点的肉桂粉 这次我就是用那个蛇兰肉桂粉 我发现它的味道比较温和一些 就是没有像越南肉桂粉那么强烈啦 另外还有椰子细粉 还有一点点的姜粉 以及肉豆蔻粉 那这些香料就是增加它的滋味层次用的 如果你缺少一个你可以不加啦 但是我觉得就会少了一点点那个层次 再来加入的是融化的椰子油 如果天气冷的话 记得要先融化 会比较容易与其他食材混合 哦对我还有加了一点点的盐进去提味 那接着我们再用食物处理机 把它们搅打混合均匀 像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就是检查一下 它的质地有没有搅打混合均匀了 如果还没有均匀的话 你可以再搅打一下或是它有点偏干 你也可以再加一点点的水 去帮助它凝结 那这样子直接差不多了 我们就要把它铺入我们的模具中 那模具底部铺 烘焙纸这样这个会比较好取出来 但是我们需要两个六寸的模具 都是圆的啦 我这次都是用圆的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分成两半 一半放入一个中 对 我常常都是就是看大概啦 就是平经验这样子 然后接着我们就用刮刀 或是你也可以用汤匙把它铺平 铺好了另外一个之后 记得还要进行第二个 就是一样底部也要铺烘焙纸 相信我真的铺烘焙纸会省你很多的力气 跟就是防止失败啦 那另外一个就把剩下的全部放进去 然后把它铺平吧 像这个样子两个都弄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拿一个 那这次就是腰果奶油乳肉要上场咯 这时候它已经有点 应该已经凝固啦 就是你有事先做好放冷藏的话 接着我们就把它铺入在其中一个圆的蛋糕模中 就是一片胡萝卜蛋糕上面 那量的部分就是抓我分享的那个食服大约的一半啦 其实我没有非常的精准去算 因为多的总是不嫌多啦 因为这个腰果奶乳肉你可以边吃边配 像这样子我们铺好一层之后呢 我们在上面加入胡萝卜 不是胡萝卜 葡萄干还有核桃 一样分量的话就是你开心就好 我喜欢把它铺满满的 这样每一口都能咬到 那接着我们再把它塞入这个奶油乳酪层里面 那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那这个时候最好是再把两个都放去 就是冷冻两个小时 那因为我这是抓时间比较赶 我就先把另外一片先放去冷冻了 那另外一片冷冻硬的还蛮快的 那我就直接把它反移到这个铺在这个蛋糕上面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铺烘焙纸的话 应该就不会太难啦 因为就是把它倒盖上去 然后接着我们再撕掉我们的烘焙纸就可以咯 那如果像这样子有一点点不小心裂开的话 也不用担心 因为就是它等一下我们再把它放去冷冻 把它稍微凝结压压压 它就会黏在一起了 那接着最好再把它冷冻个一到两个小时 主要就是让它凝固可以黏在一起啦 然后接着我们记得奶油乳酪事先准备好 也就是先放冷藏备用 接着让它凝结之后呢 我们就把全部的料把它取出来 要准备做最后的组装了 那我们就是把胡萝卜蛋糕整个脱模 我是直接用倒盖的方式啦 这样子底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平 那因为有铺烘焙纸的关系 所以应该会非常容易的取出来 同样我们把底部的烘焙纸给撕掉 那接着就是在出动我们美味的 全素腰果奶油乳酪 那量的部分也是就是我都是蛮随意的 就是把它抹上我满满的 那我们抹了差不多之后呢 一样我们再加上葡萄干还有核桃 那因为这个胡萝卜蛋糕里面其实就有核桃了 加入核桃其实有让别人觉得 诶其实里面也有核桃我觉得啦 然后另外还有葡萄干是增加整体的甜味用的 因为里面主要是野草来制造甜味 那葡萄干也会增加另外一种不同滋味的甜味 那接着我们就是切块的时间咯 因为我是就是把它放去冷冻 有在冰个一个小时左右 它就已经凝固的还蛮厉害的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再解冻一下 那如果你像我一样迫不及待想用呢 也没关系就吃起来会非常的像冰淇淋的感觉 你可以让它解冻到你喜欢的程度这样 那这个胡萝卜蛋糕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味 就是我做了应该超过四次以上吧 希望你也会喜欢这个食谱 如果你有制作的话也欢迎与我分享你的成品照哦 Instagram上面可以hashtagbarrelip 我就会看到了 这次就像这样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